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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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妨 我明白她的苦心 当初红颜成为国君时 朝堂之上具有诸多非议 尤其是玄龙王 他仗着自己位高权重 三番五次当着重臣的面挑衅 红颜有苦难言 只因他得护着你 护着南丽王府 我日日伴在他身旁 只恨自己不够强大 无法替他分忧解难 你可是北水国第一神师 不过是仗着红颜的身份地位 白白担着一个名头 所以我得变得更强大 为了红颜 也为了你 我一定会闯过失恋 为红颜解出口恶气 好好杀一杀那老贼的威风 我相信你 陛下万岁 平身 参见陛下 平身 北水国以武力国 早有南丽王为国征战 陛下赫赫战功 为国之利人 然 玄龙王以南丽王独子 自有不习武道为由 数次觐见 意欲让本军 废除罗列南丽王 弃任者身份 玄龙王这是什么意思呀 本军念及南丽王 劳苦功高 实不忍心 今日 开启霸王试炼 如能闯过试炼前三关 罗列既认为 北水国新任南丽王 铁曼 本王得知 有资格继承南丽王之位的 可不止罗列一人 Полchem 罗迟行 他是谁 赤戎阁少主 能排进北水国少年高速前三 玄龙王这是何意 此人并非诸侯王族之列 南离王故聚前 曾留下一信一封 提及自己另一个后代身份 此事是时候公之于天下了 玄 回禀陛下 确有此事 一信是南离老王爷亲笔所写 多年来 一直由老臣亲手保管 五太来 别忘了你可是南离王府的大管家 老臣不敢了 一个私生词 跟我这嫡系禁逐南离王继承权 玄龙王觉得合适吗 本王得为这孩子讨个公道 今日就让罗列与罗志行 同时进行霸王试炼 胜出者即为南离王 陛下可有意义 既然玄龙王苦心钻影 过岂有不成全的道理 食尘不早了 本王宣布霸王试炼开始 你说来自哪里 禀少主 老臣为北水国南梨王府管事 此行来玄冥国是有要事相谈 不谈 我这里不欢迎南梨王府的任何人 送客 现下那两大异姓王之位空缺其一 亏去者不乏其数啊 南梨王那老家伙 对本少不闻不问时余哉 如今腿一灯眼一闭 放什么马后号 本少不感兴趣 就不怕我坐上的位子之后 对你府上升下下赶尽杀绝 老臣并无他乡 若罗少主实在不愿 这南梨王之位 怕是要便宜那个长子 落到一个毫无根基的废物头上了 谁 说起来我倒是忘了 这么多年 我这位兄长倒是活得很是滋润呢 应我主玄龙王的计划 半个月后将召开霸王试炼 如能击败罗列 在未来北水国的江山 我只想让罗列尝尝 流离失所的滋味 少主 列夫人到 孩儿见过母亲 见过列夫人 是 母亲 你忍气吞声多年 终于等到了雪耻的机会 孩儿决定 前往北水国 参加霸王试炼 此行 去拿回本属于你的东西 去吧 去吧 兄长 别来无恙 希望你等会儿 还能笑得这么灿烂 赵 怎么回事 这小王爷还真的有四下习武 没道理 难道这几年 一直都是撞过来的 罗列所在通道的金狼数量 显然比罗智行的多一倍 玄龙王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罗智行不比罗列 自小未能在南骊王身边长大 也得不到父亲的权力栽培 所以本王特意安排 一味公平 二也能体现罗列的实力 他会没事的 父王 就放心吧 就算他能抵得住金狼的攻击 那狼爪有毒 小未了他没事吧 卑鄙无耻 还好之前在游龙珠内进行了预演 否则 臣在小鹰沟里翻了船 玄龙王并不知晓 罗列修的是诸天龙相诀 炼体三级 即可寒气不尽 百倍不轻 罗列 还活着吗 别成了兽口下的美餐啊 放心 我骨头硬得很 只怕狼牙不够锋裂 是 疯狼的 为了 一 吐 狼 寂 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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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是谁 见我 是见阎王 不好 快看 罗列想要击任南鸣王 就得拿出独中的池里 你未经本君同意 扇子将蓝银机关人 替换成三个玄金机关人 是要将罗列置于死地 用心未免太过险恶 奇怪了 怎么又回来了 汝德此门 你的命运已尽 敢当我变了 我绝扰不了你 就是我应付得了话 不对 现在不是无比的危险 我要是使出卓仙以上的反应 肯定会被九无师博 发现端鸣 九无师博 你怎么还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见你心头所有情 倾握所有温柔 走过春秋 有你深情回望眼眸 我便敢与你应接受 逃跑雪 不见了无缘由 只要能靠在你胸口 我们想 或去必拥 让爱的传说不复杀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